这以色列才刚刚过完传统的犹太节 但是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 短短四天里面发生了三起攻击犹太人的冲突 我们现在看到在冲突现场满是烟雾 很多烟雾弹被投掷造成混乱的情况 那么在街头真的是一片狼藉 穿着黑衣的重装行列在街头巡视 地上满是残破的碎石跟瓦砾 很多头戴着犹太传统小原貌的男子聚集在街头 群情激昂 这起冲突至今已经造成了四个以色列人死亡了 两个巴勒斯坦行凶者遭到击毙 而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也史无前例的宣布 禁止巴勒斯坦人入山骑倒